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久没做这种长发的造型 然后就把头发稍微做了一些卷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契合点 因为我觉得LV尤其是最近几季的风格 它的风格其实越来越年轻 然后包括你看上一季的衣服和之前我常穿的那一件花纹的那件衬衣 然后以及新的这些衣服 我觉得LV的风格现在越来越年轻 而且整个它的状态反而很轻松 它整个风格很轻松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 因为我觉得首先衣服的话 衣服和鞋因为每个人的风格 可能每个人喜欢的衣服的样式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像前夹 然后包括像登机箱随机箱这样的箱包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比较适合的 且是LV做得非常好的 这个是什么 二号 浩然 你关注了走调的知乎问题 那么会考虑正儿八经唱首歌出个单曲 俗话说叫什么 叫隔行如隔山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 可能跟我暂时没有什么联系 因为之前很好笑 因为我之前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可能很多时候我会去当主持人 就当整个活动的主持人 然后就有很多人就问了说 二号你为什么当主持人啊 就觉得还蛮不一样的 觉得可能是我的想法不一样 其实不是 其实人家本来想让我唱歌 后来我实在唱不了 就只能当主持人 对 所以我觉得出单曲这件事情 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哪怕说是我自己拍摄的作品 有时候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会 比如说制片方啊什么 还会希望我去唱一个 唱一个主题曲 唱一个歌什么的 然后基本见完路易鸿 我就放弃这个事情 对 所以说出单曲这件事情 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 什么时候表演一下 你的保留节目中细一考歌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一考 真的唱歌是我的拉分享 就是生态行表 就是唱歌真的是我的拉分享 然后这个在那遥远的地方 本来最早的时候想让我最早的时候 给我选的一首歌 是一个新疆歌曲 我忘了叫什么 好像是叫 我忘了是什么了 然后当时给私生歌唱完之后 私生歌 就是浩然你 你就挑点简单点的歌 就挑着大家都 都能唱的歌 我还印象很深 就是考试是那种 就是唱歌是 就任何节目 老师一般不会看完 因为考生很多 比如说像台词 一般你准备的诗歌 是念不完的 唱的歌也是唱不完的 然后我当时 我唱歌本来我做的准备 就是唱几句 然后老师就喊停 然后结果没想到 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 下面考试的考官 微笑的 在焦头积耳的 让我把整首歌唱完了 对所以说 我觉得 唱歌这件事情 真的跟我 跟我还是注定无缘 一号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女孩子 最想做什么 踢光头 会不会偷窥自己的抄话 看看粉丝对自己的看法 我一般我就直接搜 就直接搜看实时 就偶尔会看一看 然后但我一般是集中在 有作品上的时候 或者说是有节目 或者说有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一般是集中在那个时候 我可能会专门去搜这个看 因为我希望看一看 大家对我这次作品 或者这次活动 或者说这次节目的看法 要看看有没有什么 是我可以改正 可以做得更好的 所以说我还是会看的 然后更多的时候 我会去看一些 比较稀奇古怪的东西 就比较新鲜的一些东西 就比较 最近比较流行的什么东西 就不与世界脱轨 因为其实是这样 因为在剧组的生活 我总常说 我长时间在剧组 很多时候我就会丧失一些 正常生活 就比如说 我本来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但比如说我在剧组 一呆呆几个月 我可能我杀青 或者收工之后 我回去可能要花 要花一周或两周的时间 才能再融入他们的生活 再和他们一起玩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自己 哪怕平时长时间在工作 也不要和自己身边的朋友 失去一些共同话题 所以说我还是常会去看 就是不管微博 还说一些其他的一些 论坛类的地方 比如说一块豆瓣 什么的 包括知乎 什么的 这些东西 我还是常看 来一组表情包 惊讶中奖 生气 惊讶 啊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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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嗯 重大脚 重大脚 多大 就很开心的脚 哇哦 哇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